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民社会和媒体领域者的关注 因为新条例对于假新闻的定义过于广泛 并且惩罚不成的比例也是相当的重 容易出现遭当局滥用的一个情况 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达基伍丁就举例说明 如果有人说政府基于失去国会多数才颁布紧急状态 也等同于散播假新闻 龙雪华当对于这番言论是感到十分震惊的 反对政府把不同的观点也列为假新闻 这个新的条例确实令人家感到担心跟焦虑 它不仅恢复了之前西盟时代废除的2018年打击假新闻法令 而且比废除之后的打假新闻法令还要严厉 以及还要糟糕 那么国盟政府制定的这项新的条例 它是属于紧急条例 是属于emergency ordinance 所以它是不能够被法律挑战的 换言之政府警方或者其他的官员 在行使这个紧急条例的行为 是不能够带到法庭接受挑战 换言之条例好的话 执行起来好的话 兵工处理好的话就非常的好 如果坏的话就非常的坏 就是大坏 这项法令新的条例呢 让人觉得说国盟是以假新闻为烟雾 但实际的真正的议程或者是引议程呢 可能是钳制不同的观点跟言论 限制言论自由 因为这个条例赋予政府非常大的权利 去定义什么材料是属于假新闻 而且现在的紧急状态之下 emergency ordinance它缺乏民主委托的这个精神 因为国会没有开会 这个新的emergency ordinance呢 并不是在国会之下 经过朝野议员辩论之后所通过的 任何健全的民主 稍微应该赋予人民畅所欲言的自由权 尤其是针对公共利益 还有政府的弊端 才能够确保政府受到应有的问责 国盟政府制定的这项新的紧急条例 是令到民主倒推 国会在这个时候应该要重新开会 政府要尊重人民的这个自由权利 是那此外呢 龙雪花糖今天发出文告 质疑这一项新条例存在的必要性 认为呢 政府罔顾羡负人民的言论自由 如果依据部长的举例啊 是否接下来跟执政者不同调的观点 都会被归类成假新闻呢 龙雪花糖表示 政府不应该把新条例当成禁止人们 批评政府或领袖的盾牌 反而应该鼓励人民自由谈论公共议庭 加强与社会各造的对话实践民主 文告指出 政府不应该多翻译法律对付议演者 让他们生活在恐惧之中 龙雪花糖质疑 政府的做法到底是依法而至 要抑或是扼杀言论自由 并和免于恐惧的自由背道而驰呢 龙雪花糖一直以来都是划设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花糖 在民主在自由在民权克敌上 一直都站在最前线 他就说尽管政府表明新条例最迟将会在紧急状态解除后的六个月内废除 但是如果紧急状态一直延续下去的话呢 这意味着这个新的emergency ordination也会继续的生效 简单来说 政府应该要立即恢复国会 让国会发表 或者是让国会发挥他应有的监督 跟制衡的角色 因为原因有两个主要的 第一我们已经有足够的法律来对付所谓的假新闻 比如说通讯极多媒体法令 煽动法令 刑事发点 还有证据法 这一些法令都已经是足够了 不需要再制造多另外一条新的这个条例 第二呢 这个关乎言论自由 也与媒体运作有关的这个新的条例呢 是没有经过国会辩论的 就强加在人民的身上 这是一个不好的先例 它会助长行政权无限扩大的作风 同时它会踩踏民主议会制度的健全发展 因此呢 龙学华堂认为啊 政府应该废除恶劣条文 营造有利的法规环境 让媒体评议会设立 给予媒体人更多的自主权 专业自制假新闻 龙学华堂就建议啊 政府应该从教育着手 培养公民的媒体素养 提高他们的媒体试读能力和批判思维 辨别资讯的真伪 此外另外一个非政府组织 第十九条款 article 19 他指出 该条例呢 有许多严重的问题 可以造成任意的拘捕 因为新条例 产名 无论是制作 发布 流传 或者是资助假新闻 都属于犯罪行为 而所有的犯罪行为呢 都无需逮捕令 就可以直接逮捕 这可能会造成任意逮捕的情况 以及没有纠正错误的管道 而这种情况是令人感到担忧的 同时在新的条例之下 若政府获得庭令 只是当事人撤下属于危害 或可能危害社会秩序 或者是国家安全的假新闻的时候呢 当事人是不能够挑战 政府的这项庭令 政府控制 政府的这个行为呢 应该要采取一些更长远的做法 如果政府真的要打击 这些假新闻的话 就应该要有长远的做法 比如说提升公共意识 推广媒体的试读能力等等 这项紧急条例是没有必要存在的 而且它拥有许多严重的瑕疵 它基本上是违反了国际人权法 政府因此应该当机立断 把它给废除掉 让国会继续的复会 检讨这些在紧急状态之下的措施 确保政府接受人民的问责 下一段回来 让我们来关注其他的新闻焦点 请你持续的留守在CD Plus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关来冷月国会议员西威尔 在上个星期六宣布 退出公正党跟辞去副主席一职 改为支持国盟政府的独立国会议员 这项宣布意味着 公正党在两个星期内 就流失了三名国会议员 纪如楼的孙伟轩 和地不老的钟绍云 这三人都以独立议员的身份 支持首相慕尤丁和国盟政府 随着西威尔的理对 他支持国盟的理由 也成为了各方讨论的一个焦点 到底他是不是在反贪会的调查 压力下才退党呢 他支持国盟 是不是有其他的交换条件呢 面对一连串的提问 其实西威尔是拒绝回答的 那么这名西威尔是最新出走的议员 他呢并不是一般的蓝眼领袖 而是蓝眼创党初期第一批的党员 1998年就已经入党超过了20年 他是两届的公正党副主席 在党内他是代表印翼的群体 他的离开严重打击 公正党的幸运 同时会进一步动摇蓝眼的军心 因为他是西蒙掌权22个月期间的部长 是水务土地及天然资源部长 他也曾经担任两届的雪兰儿行政议员 是一名资深的领袖 同时也是公正党的长期战友 那么西蒙主席里 所以在上个星期就指控国盟说 你们利用执法单位来施压西蒙的议员 要求逼他们转态支持老木 那么最新的对象就是西威尔了 但是反弹会否认这项指控 而前首相纳吉 他也在脸书贴文 他专门来抽水的 他就将这两件事情反弹会的调查 还有西威尔的退党放在一起 让网民们自行判断 是那公正党领袖呢 日前就指啊 西威尔是在反弹会的施压下 才退党 唯有当事人呢 是拒绝回应有关的指控的 那西威尔今天在万金 接受官兵疫苗之后呢 在记者的追问下 只以一句话来回应啊 他坚持他之前的发表声明 就这样罢了 那西威尔也拒绝进一步阐述 他日前只对公正党失望的言论 那西威尔呢 是曾经说啊 自1998年创党以来呢 他就加入了公正党 但对于近年的政治局势呢 是感到极度的沮丧 虽然三名蓝眼的国会议员 以各种理由来离开 抛弃公正党 公正党 但是背后都离不开 对蓝眼还有对安华的失望 并且进一步凸显 慕尤丁逐一击破西蒙议员 这一些弱点 同时把这些议员 占为己有 收为己有的策略 公正党呢 从原本西蒙的最大党 就是在2018年509大选之后 他拿下了50个国会议席 去年2月 当西莱登政变发生之后呢 原任独立主席阿斯敏 还有副主席书莱达 就被炒掉 被割除党籍 之后呢 就9名公正党议员 跟着书莱达跟阿斯敏 一起退党 这11个人全部都加入 慕尤丁领导的土团党 那么原本有50个州 国会议席的蓝眼 经历了去年2月 还有今年2月3月 一共有14位国会议员出走 他的流失率的 近乎高达30% 那么这些离开的国会议员 是用他们的双脚 用脚来表达对党的失望 还有对党领导层的不信任 仿佛是刮了暗花一巴掌 是那此外呢 雪州的一党主席 这个西阿默优努斯 就形容啊 西威尔的举动呢 是巩固政府地位的 一个好消息 他是这么说到的 虽然国盟政府啊 目前不怎么稳定 但至少有人支持国盟呢 他就会变得更稳定 这就是他们要的政府 一个稳定的政府 尽管呢 他退党呢 是个人的事情 不过他认为啊 西威尔是目睹了 当今政府的施政能力 而自愿退党 那就太棒了 不过呢 公正党双吸毛乳的 国会议员西华拉莎 就宣称啊 西威尔是受到反弹会 选择性的调查压力 才会退出公正党 转为支持国盟政府 那么我能够理解 公正党领袖 跟他们支持者 看着自家议员出走 又没有办法阻止的 那种无奈 因为当你面对 背叛公正党的支持者 他们内心的感受 肯定是不舒服 然后愤怒 然后要谴责 各种负面情绪都有 但是该党的领导人 安华呢 必须要在这个时候 加强党内的支援 即是support system 巩固现有的议员 防止政敌 他们的对手 逐一击破 拉拢跳槽 接着进一步 瓦解公正党 跟瓦解西蒙 安华现在要做的 必须是马上安抚 那些已经出现 离心的议员 稳住军心 而不是不断的 去指责去埋怨对方 因为这些口水战 对事情无补于事 如果没有盲羊补牢的话 最终可能付出 更大的代价 更惨痛的代价 公正党和西蒙 必须要拥有一套 良好运转的支援系统 化解议员们的焦虑 同时重新凝聚共识 把大家紧紧的拉在一起 面对西蒙主席理事会 指控国盟政府 利用执法单位 施压在野党国会议员 转向支持首相慕尤丁 最新的对象 便是西威尔 反弹会 强烈否认了 这项指控 但西威尔和他的助理 和亲近的党员 从今年2月起 变造反弹会的调查 霹雳公正党 熟理主席 迪纳卡兰 也被逮捕了 如今西蒙的对手 已经加速 加快各项的拉拢行动 根据议员们个别的情况 先发制人 从人性弱点和痛脚软肋着手 那么一旦 这些人性的弱点 成了政治人物的致命要害之后 他很容易的就会 一碰即破 将会有更多议员可能失手 当老战友和老同志 都辩解离开的时候 这已经不是理念和承诺 这么简单的 无法再用所谓的旧国 来制止这些退党潮 紧急状态之下冻结国会 让国盟躲过了议会的问责 以及可能会被推翻的这个尴尬 不过这一项缓兵之际 难以永续下去 国盟政府现在正在设法 招更多的议员过当 来延续这个脆弱的政权 躲过国会要解散 要举行大选的压力 同时也有更多的时间备战大选 制造让全民有良好感觉的这个氛围 如今的公正党 他必须要去重组 推出新领袖和新气息 继续维持改革者的领先地位 如果蓝眼没有办法 做出有意义还有重大的改革 安华和公正党将陆陆续续 逐渐的退出 不再是民众首选的名单 那么可能安华也会走入历史 那请你持续的留守 在主编点新闻 下一段回来 我们来关注其他的焦点 欢迎回到主编点新闻 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疫苗计划的最新进展 科医革新部长凯里指出 任何人只要在全国疫苗击中计划下 登记预约 即便未来派往私立医院或私立诊所 接种冠病疫苗都是免费的 他近日召开记者会上表示 部分私立医院在政府的疫苗计划下 成为了疫苗中心 因此到私立医院接受政府配给的疫苗 是不必付钱的 关于打疫苗的课题 其实媒体跟网络都有很多这一方面的讨论 那么其实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小课题 就是一些私人医院他们开始提出说 能不能够让这些私人医院跟诊所 也能够购买这些疫苗 同时为那一些有需要注射的人 就是他们不是第一群组 也不是第二或者是第三 而是认为说现在可能他们需要出国 所以他们就需要打疫苗 而政府还没有针对这个课题做出定夺 但是来自医药协会 或者是来自这些医疗人士 以及特定的群体 他们已经有了这一方面的要求 比如说一些要出国 进行一些商务洽谈的人士 他们认为说 现在能不能够我们自己自费 然后到私人院进行注射 而他们所用的这些疫苗 并不是政府的勾搭 而是私人界自己从外面购买的疫苗 另外我们看到部长凯里 今天是跟卫生部长阿汉爸爸 一起召开这个记者会的 阿汉爸爸曾说 政府将招聘私立医院的医疗人员 负责协助执行这个疫苗计划 凯里今天是进一步解释 全国疫苗计划下 政府将指示民众到离住宿 最靠近的地方去接种这个疫苗 可能是政府 也可能是私立医院或诊所 所以政府是希望让疫苗的计划 整个是可以更便捷的 另一方面 英国制药公司阿斯利康 疫苗的部分接种者 接种之后出现血栓的问题 导致多个国家 比如说荷兰以及爱尔兰 宣布暂时使用阿斯利康的疫苗 那么针对这一点 凯里他就说 目前疫苗接种跟血栓的问题 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 还没有证据能够进一步的论证 但是政府会研究这个课题 因为阿斯利康的疫苗 目前还没有运抵大马 所以在大马还没有使用 大家不用担心 目前我们所使用的 依然是辉瑞的疫苗 当阿斯利康疫苗 运抵到马来西亚的时候 政府特别是卫生部 将会研究这些案例的数据 不过目前还没有 所以大家不要紧张 不要听信那些 还没有确认的消息 凯里说 阿斯利康疫苗 一旦运抵马来西亚之后 将会由卫生部 以及相关的单位 进行严厉的跟进 那么他说 辉瑞药厂 以及德国的生物科技公司 BioNTech的疫苗 还有中国北京科性公司 就是Sinovac的疫苗 预料本月底之内 会准时送抵马来西亚 那凯里表示呢 大马今天会接收 83070起的辉瑞疫苗 还有10万剂的科性疫苗 那3月22号呢 则会有另外一批 大概12万4千多支的 这个辉瑞疫苗 跟10万剂的科性疫苗 送抵的 那到了后个星期三呢 也就是3月29日呢 大马会再接收 12万5千190剂的 这个辉瑞疫苗 意味着呢 到时候大马就会超过 百万剂的辉瑞疫苗了 那凯里斯赞许 这个辉瑞的制药厂 目前呢 都非常有效率 去运送这个疫苗 这真是当初政府决定 无需为了第二剂的 需求量而预留 半数的这个辉瑞疫苗 他说我们手上的辉瑞疫苗 送货的时间表呢 目前看起来呢 都是挺有效率的 那么此外 阿汉爸爸指出说 这个星期三 就是多两天呢 全国疫苗接种计划 开始推行的第21天 那么这21天 将是一个完整的 第三个星期 它意味着 辉瑞疫苗的第一针 以及第二针 可以在下 可以在这个星期三打了 因为已经间隔了21天 就是本月的3月17号 那么谁会第一个打 第二针呢 当然是之前第一位打的 我们的首相慕幽定 那么阿汉爸爸他也说 大马冠病的这个 单日新的确诊病例 他预料在5月尾的时候呢 会下降到500中 不过这一切还需要看 人民遵守SOB的这个程度 如果大家都遵守SOB 都乖乖听话的话呢 那么我们的这个RO将会下跌 那阿汉爸爸说 截至昨天呢 大部分州数的基本传染值呢 以低于1.0 除了邓家楼跟宾州 提到半岛各县的 确诊病例分布呢 他指出从2月28号到昨天 疫情的绿区呢 从6个线增加到11个线 他说4个线呢 是在吉达彭亨 霹雳各站2个 其余3个呢 分布在吉兰丹 登加楼横森美兰 那红区呢 也是从42个线 降到35个线 黄区呢 则是31个 增加到37个 那么现在 全马疫苗接种计划 人数在上个星期 突然之间下跌了15万 那么凯里就针对 这一个课题来做出解释 是说 他们进行数据清理 所以并不是 突然之间 有很多人退群 导致15万人下跌 并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后台的这个作业 没错 那感谢你收听 今天的主编点新闻 谢谢志峰 明天同样时间 一起听懂更多